智商牛肉在家高湯 台灣人多半是火鍋控 而且人越多越好吃 常常朋友聚會就愛吃鍋 但網路上就有粉絲專業 號召網友整理不歡迎 單獨用餐客的店家 部分是吃到飽餐廳 還有火鍋熱炒店 只要是一個人去吃 少收就是一百元 身為單身貴族 不用常約會吃飯省很大 但是到不少餐廳用餐 那還真的是單身貴族 實際直擊燒烤吃到飽 一個人用餐多收一百 不免讓人打退糖果 再換一家店試試看 一樣不歡迎單身客人 就來看看其實像是吃到飽火鍋 麻辣就要多收開鍋費一百元 新店麻辣鍋基本只接受兩人定位 不然就是付出雙倍價錢 燒烤吃到飽則也是多收一百元 其實還蠻不公平的 單身沒有罪 對我們來說應該是不合理 可是對店家來說可能是合理的 因為可能就是一個人要佔掉一些位置 布置餐廳對單身不友善 如果突然想高歌 一個人的話現在有位置嗎 會算兩個人的還暢費 還暢費都要兩人起跳 對此求證各餐廳規定 業者表示因為包廂或是作為安排 都是以多人數規劃 只有一位客人當然會影響收入 若無條件歡迎單身客用餐 對業者來說並不划算 大包廂大火爐 但送來的白飯肉片泡菜味噌湯 全集在一個小小餐盤 這是店家設計的單身套餐 可能我只是在附近上班的時候 會想要來吃 單身套餐的話 我會覺得說大概三四百塊 但我可能就不會加點 一個人來吃 店家給的服務態度也不打折 燒肉單身套餐夯 因為最便宜一百八十塊起跳 抓準單身族群多 也填補平日中午來客量較少困擾 另一家單品套餐烤爐電熱棒加溫 一個人吃飯擺盤也得講究 個人桌不怕寂寞 燒肉計時器三種顏色 什麼肉該烤多久 配對組合題鬧力激盪 能暫時忘了美女友 以後整個消費型態的一個改變 每戶人吼的一個人數創新低 各時的商機應該是趨勢向上的 迴轉台上轉的不是壽司 而是燒肉片 業者紛紛搶單身商機 創意迴轉台很有噱頭 九成以上商品 銅板架 愛吃什麼拿什麼不用講究 其他店家推出和牛單片三十八元起 是季片銷售 一個人來吃花少少錢 也能很享受 燒肉業者絞盡腦汁搶單身商機 賺錢利拚翻桌率 三十文中資的聯保台北報導 三十五月 三十五月